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割肉香淡 战国时期,齐国有两个非常勇敢的人 一个住在东部,一个住在西部 很长时间都没有见面 一天,他俩在路上突然碰上了,非常高兴 一口同声地说,咱们一起去喝他几杯吧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酒过几旬,喝得有点微醉 其中一个说,我们再去买点肉来下酒,好吗 另一个便说,你身上有的是肉 我身上有的是肉,又何必去花钱买肉呢 前一个说,对呀,你要不提醒我还真忘了 于是,二人准备好调味的酱汁 都从腰间抽出刀来,各自把身上的肉割下来 蘸着酱汁吃起来,一直到死去为止 勇敢到这种地步,倒真不如不勇敢 一个人具有勇敢精神,要有正确的目的 盲目的勇敢,其结果只能是可笑而可悲的 勇敢的行动只有用得恰当,才有意义 如果是某和精神习性能不像 要是有你的问题,我说答案 我们不认为的是有点几率